孔子与儒家学派 孔子明秋自仲泥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至圣 春秋末年 圣人孔子降生在了鲁国 孔子身高一米九七 像个巨人 当时的人们都因为他长得高而精益 但孔子真正令后人惊叹的是他的思想和智慧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 是一个动荡的乱世 原本是天下之主的周天子 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 反被诸侯挟持 打着他的旗号去攻打其他国家 诸侯象征社会秩序更是遭到了严重破坏 各国发生了内乱 以下犯上杀戮国军的事情时有发生 诸侯保不住江山社稷 流亡到国外的更是数不胜数 对此情形 孔子陷入了沉思 到底怎样才能让天下恢复安定呢 他翻遍古代典籍 寻找以往盛名的君主 治理国家的方法 又远赴他国 向有学问的人虚心求教 经过多年的思考 孔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答案 那就是礼和人 礼就是每个人的行为规范 从小处讲晚辈对长辈要讲理 比如见到长辈要低头小步快跑 过去听后教导 以示尊敬 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了规范 走路端正 衣着合理 吃饭讲理 就不会有纠纷了 从大处讲 诸侯要对天子讲理 听从天子的号令 作为天子呢 要任用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 天下才能够安定 人就是发自内心的人德和友爱 天子 诸侯 长者晚辈 人人拥有人爱之心 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了 但在当时 诸侯们一心只想着争夺别人的土地 壮大自己的势力 谁也不想听孔子这套 落里巴缩的人爱理智 孔子的政治理想 一生都没有实现 可他并不气馁 而是深信自己的学说 立国立民有朝一日定能发挥作用 于是孔子从三十岁起就开始收徒讲学 尽心竭力地去教导那些愿意跟随他学习的人 并向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 由于孔子博学多识 品格高尚 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国来向孔子求教 孔子门下的弟子多达三千人 这样孔子就创立起了 以宣扬和践行自己思想为使命的儒家学派 果如孔子所料 春秋战国的乱世过去以后 他的儒家思想就得到了一代又一代君王的喜爱 更对读书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的司马迁 唐代的杜甫 宋代的苏世 无数大文豪都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言人 那么孔子的思想是怎么传给后代的呢 功不可没的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 这是一部专门记录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 孔子的弟子们非常尊敬老师 把老师平常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了 最后整理成了这部《论语》 两千年来 这本《儒家必修》的秘籍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 可这都讲了些什么呢 下个视频 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读一读 这一讲就说到这儿吧 大家快去答题抢金币吧